这是一部你看到十遍以上都会蒙蔽的电影 恐怖游轮 什么你看一遍就懂了 有人说它是AB两个循环同时进行 但网上很多大V说它是A循环包含了B循环 不管哪个循环反正也看不懂 先更默默过一遍剧情再说 影片开始阳光明媚 看起来是愉快的一天 准备和朋友出海游玩的单亲妈妈花姐 却是一脸的憔悴 心事重重的样子 她来到海边和爱慕她的胡子哥会合 即将同性的还有年轻异端的小壮和漂亮姑娘陆人甲 以及已婚夫妇强哥强嫂 胡子哥问为什么不带孩子一起来 花姐说孩子在学校 可是今天明明星期六 学校又不上课 胡子哥看她状态不好就不再过问 六个人出了海 一路上避水蓝天 大自然的景色无限好 众人也是香蕉甚慌 突然风停了 他们的船漂泊在像镜子一样的海上 一动不动 远处一朵大乌云快速袭来 看来暴风雨即将来宁 胡子哥赶紧用无线电求救 正在讲话时 无线电突然窜线 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求救声 救我 救救我 她杀了所有人 他们都死了 都死了 说完无线电就断了 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传出 紧接着暴风雨来宁 他们的船被大浪打翻 漂亮姑娘陆人甲没了 剩下的五人也是死你逃生 待在翻过来的船板上 就在众人绝望之际 远处的阳光里 使来一艘大邮轮 他们急忙呼救 可是邮轮的甲板上 明明有一个人看到了 她却转身离开 还好船速不快 他们顺利的登上了邮轮 上船之后 他们发现这是五六十年前的船 并且船上空无一人 花姐上船之后 变得更加魂不守舍 她对大家说 她感觉自己来过这里 看着船上的东西很熟悉 接着 他们居然在船上 捡到了花姐的钥匙 但是花姐自己的钥匙 还挂在脖子上 这很难解释 他们在船上继续游走 寻找着船上的人 在餐厅的时候 花姐看到墙上的镜子里面 有一个人影闪过 小赞不顾劝阻 追了过去 强哥强嫂留在了餐厅 花姐和胡子哥 继续寻找船上的人 花姐和胡子哥在一个房间里 发现有人用血 在镜子上写了 去剧场三个字 花姐越来越焦虑 她对胡子哥说 自己真的来过这艘船 胡子哥认为 花姐是惊吓过度 在胡言论语 两人就吵了起来 气愤的花姐转头就走 她要回到餐厅 找强哥强嫂 花姐回到餐厅 却没有看到任何人 就在她寻找之际 小赞满头是血地走了过来 花姐赶紧去仓府 却不想 随之小赞一把掐住了花姐的脖子 花姐快要窒息了 挣扎中 她摸到小赞的后脑勺 有一个洞 就用手抠了进去 小赞拧了饭盒 就在花姐惊门未定的时候 隔壁剧场传来枪声 花姐跑了过去 看到胡子哥鲜血淋淋地 倒在地上 强嫂冲过来 怒口质问花姐 为什么要杀了她 花姐解释说 她没有 结果强哥访问花姐 为什么要让他们来剧场 花姐愣住了 我什么时候叫你们来剧场的 我怎么不知道 难道我失忆了吗 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 一个蒙面人在二楼 用枪打倒了强哥强扫 花姐想救强扫 但蒙面人根本不给机会 强扫被一枪补掉 然后花姐仓皇而逃 蒙面人开始追杀花姐 一路追到甲榜 花姐拿到了一把消防斧 而蒙面人的子弹刚好用完了 两个人开始赤手搏动 花姐很快占了上风 花姐逼问蒙面人是谁 蒙面人不断地对着花姐说什么 他们还会回来的 你必须杀死他们 这是回家的唯一办法 花姐根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一斧子下去没打中 当蒙面人坠入海底 花姐终于松了一口气 抬头看着蓝天 略显孤寂 朋友们都死了 只剩她一个人 这时有音乐从旁边的屋子响起 花姐走过去 关掉音乐 却听到外面有人在求救 花姐走到船边看过去 看到有人在海面上向她招手求救 仔细一看 那几个人竟然是 小壮 胡子哥 强哥 强嫂 还有自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懵逼的花姐赶紧躲了起来 这一幕不就是和她之前 遇到游软的时候一样吗 花姐偷偷地跟在他们身后 却不小心将钥匙掉在地上 被小壮捡到 难怪之前小壮可以捡到自己的钥匙 一切好像重新来过一遍 只是花姐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就在花姐跟随众人来到餐厅时 被花姐二号从墙上镜子 发现了自己的身影 小壮追了过来 花姐急忙往外跑 在小壮走出来的时候 花姐抓住小壮 想把一切告诉小壮 小壮觉得她是不是疯了 完全不相信她的话 花姐开始激动 她一边说一边推小壮 小壮不断地后退 却不想拖出来的干净 刺进了小壮的脑袋 花姐慌了 她跑进了一个房间 房间的地上有很多纸条 上面写着 如果他们登船 就把他们全部杀死 让人震惊的是 这些纸条全部是花姐自己的字迹 她还看到旁边的下水道里面 有很多吊坠 和她脖子上的一模一样 她看着吊坠上儿子的照片 结果自己的吊坠也吊了下去 她不想杀人 她只想回家 所以她要阻止这一切 于是她拿上了枪 来到了祖兰 遇到了小壮 用枪顶着小壮来到餐厅 遇到刚和胡子哥吵完架 回到餐厅的花姐二号 花姐只能有一个自己 她想杀了花姐二号 但最终没能狠下心开枪 花姐二号趁机跑出了餐厅 这时 剧场又传烂了枪声 花姐拿枪冲了过去 发现蒙面人又打到了胡子哥 花姐开枪打伤了蒙面人 救助了强哥强嫂 还把枪留给了强哥 让她不要相信任何人 看到人只管着开枪 花姐返回餐厅找小壮 却发现小壮不见了 女主的朋友不信全王 却看到另一个自己和朋友们一起出现 为了阻止意外再次发生 她用枪吓跑了自己 救下了强哥强嫂就离开了 结果强哥强嫂还是遇到了蒙面人 蒙面人在转角处摘下头套 她居然也是另外一个花姐 我们就叫她花姐三号吧 花姐三号把强哥强嫂骗到房间 偷袭了强哥 强嫂也受伤逃出房间 又看到了赶来的花姐 以为她是花姐三号 吓得她连忙逃窗 强嫂找到了信号机 她开始求救 原来一开始他们在帆船上 收到的那个女人求救信号 就是强嫂发出的 强嫂听到花姐追来 急忙跑上二楼 花姐跟了上去 眼前的荧幕差点让花姐崩溃 二楼甲板上全是强嫂的尸体 这得有多少个强嫂呀 这时一船到甲板上传来打斗声 花姐往下看去 看到一个花姐将蒙面人先扛死 再推下海 而这个花姐就是餐厅逃跑的花姐二号 而蒙面人则是花姐三号 接着远处又传来呼叫声 花姐又看到海上有求救的五人 这时花姐终于明白 只要人全部死光 他们就会重新登船 一天又会重新开始 花姐在船上看着发生过的一幕幕 又重新上演 她开始变得理智起来 她回到强哥死去的房间 在镜子上用血血了去剧场 又将前面的尸体一一处理掉 然后去餐厅叫强哥强嫂去剧院集合 这里就解释了镜子上的血字由来 和强哥强嫂为什么会去剧场 最后她拿上了枪 戴上了头套 开始追杀众人 她想让一切重新开始 这样她就能回到最开始的时候 阻止大家出海 或者不让大家上船 她依次解决了胡子哥强哥强嫂 但是最后她却没能杀死另一个自己 反而被另一个自己逼下了海里 花姐落入海中 就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 她发现自己已经在海上 她终于回到了岸上 难道只要走一遍过场 轮回就结束了吗 花姐终于可以回到宝贝儿子身边 但命运似乎不在自己这边 她从窗户里看到在家画画的儿子 却也看到因一点小事就打骂儿子的自己 这一切都是出海前发生过的 循环还在继续 花姐想要结束这一切 她找到一把锤子 杀了家里的另一个自己 带着儿子开车 想离开这个地方 但没走多远 一只鸽子转到了汽车玻璃上 花姐停车去扔鸽子尸体的时候 还还是在继续 花姐慌张地回到车里 刚起步就发生了车祸 花姐和儿子当场去世 花姐却站在路旁 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为了救回死去的孩子 花姐一脸憔悴地去完了码头 准备出海改变这一切 冥冥之中又开始了新的轮回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刷几遍也看不懂的电影 需要无数的细节去拼凑才能看懂 告诉我你看懂了哪些细节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木木 记得点赞转发 爱你们